近日人潮汹涌拍摄现场曝光路透视频 视频显示50多的柳德华在跟年轻演员们一起熬夜赶工 也真的是很敬业了 但让人意外的是 位居天王的柳德华却在片场遭遇了年轻演员耍大牌 但柳德华并没有表现出不满 只是在片场来回踱步 时而看一下地面 时而去观察一下摄影机 在他对面是一男一女两位演员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这两位演员身后围了好几个工作人员 柳德华应该是等得有点不耐烦啊 后来和两位演员交涉了几步 接着坐在凳子上的名演员张了起来 工作人员把两个凳子撤掉 柳德华继续等待 他整理了一下衣服 接着又挥手指挥了一下片场 不知道位置在哪儿的导演喊了一句开始 这时看到柳德华小跑者把汽车捧边的雨伞捡起来收拢 然后导演又说了一句 你们几个赶紧回演位 但这时我们发现 那两位演员的工作人员 并没有听导演的安排 而是继续给他们补装 从侧脸来看 男演员疑似消殃 而女演员则很像成疑 柳文素帝这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